大家好我是Revolution副總編輯學良 我今天所要介紹的是美度的Ocean Star系列 那這個系列呢它有許多特色 那我們先從它的歷史講起 第一代的Ocean Star它其實是在1944年問世 到現在已經七十幾年 中間大概也經過五代的變革 那上一代2010年的時候其實很多人印象深刻 因為它在整個規格上面其實蠻高 但價位卻非常的合理 大概也是在三萬塊上下 卻具有包含夜光的這個指針、時標 以及自動排駭閥、單向旋轉錶圈和可拉伸式的錶帶等等 那今年這一代它事隔六年呢 它又有一些若干細節上的一些差異 那主要來講呢大概有三個部分可以稍微做一個介紹 首先呢是它的整體的這個線條呢 跟上一代比起來做得更加的這個簡約俐落 所以即使你是穿西裝、正裝的配戴 它也是相當的適合 這是第一個改變 那第二個就是它龍頭護橋的部分呢 這次有稍微做得比上一代更大一點 可以提供龍頭一個完整的包覆 所以在使用上呢更加安全 不用擔心有什麼碰撞 而且它是採用一個旋路式的設計 它可以達到一個很好的防水效果 另外它整體的設計呢 其實它錶背的部分 今年也特別回歸到1944年最早這個海星Logo 它也用一個浮雕的方式做來錶背 那另外呢第三點就是它這次最大的一個改款的重點 就是它採用了這個全新的Caliber 80的自動上鏈的機芯 那這個是 Swaggy這幾年集團在中架位錶款大量使用的 那當然它動力儲存可以達到80小時 所以即使你週末不佩戴放著 你到禮拜一它還是正常運作 這個在中架位來講算是規格非常高的 那當然還有很多技術細節 我們在此就稍微簡略跳過去 但是呢回歸到錶本身 它的當然它還是一樣 擁有所有專業潛水錶所具有的規格 譬如說夜光的功能 譬如說它的單向旋轉錶圈 我們稍微操作一下 它是一個逆時鐘旋轉的方式 很容易的可以旋轉單向式的 避免你誤觸 那另外呢它的錶帶的部分呢 它為了讓你穿潛水衣也可以很容易佩戴 所以它也做了一個拉伸式的設計 我們先把它打開 這邊有另外一個安全按鈕 按下去 按下去它就可以拉伸 好 可以拉伸到兩公分到三公分之間 好 所以它可以 因為我們穿潛水衣 你的手腕會比較膨脹 所以它就做了一個這樣拉伸的設計 好 那整體而言呢 這是一支CP值非常高的一個專業潛水錶 就是它具有你專業潛水所需要的基本的大部分功能 但是呢它價位卻非常合理 它的這個款式呢 像我手上這支是不鏽鋼鏈帶款 那它其實還有這個膠帶款 以及價位稍微高一點點的鈦金屬 它的價位大概是從兩萬八千多到三萬 三萬多不等 其中鈦金屬的部分大概也就是三萬七而已 所以如果你正在尋找一個大概三萬塊 預算大概三萬塊左右的錶款 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可以推薦給大家做一個參考